刘萱适当的担心一下对手的Kings 还有这个K7啊也是正常的 毕竟对手打出了一个48win 那在两位选手完全没有套匙的情况下 这样打出来肯定是实牌 各位亲爱的球迷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鹏说球 今天我们带来华人美女排手刘萱 在乡间小乌扑克里的精彩表现 这张桌子上的忙碌级别是小毛25刀 双大毛50刀 这个忙碌级别 吸引来的就有一些职业牌手了 不光是娱乐玩家 刘萱在结尾拿到了78黑桃 面对的对手是拿到了27杂色 这个牌是刘萱非常喜欢玩的牌 哇 翻牌冤家了 两位选手都中了一个名三条 刘萱主动下注200刀 我们来看对手的27 加注到1000刀 刘萱很清楚撞牌了 这个翻牌面没有什么抽花抽顺的组合 只有7和K啊 那对手要么是有一张带7的弱踢脚 要么是一个带K的组合 7-8不用太担心踢脚啊 因为对手带7的组合 还有6-7 那7-9的话 还有这个A7啊 概率都是相对来说低一些的 刘萱300刀 2500刀 我们来看对手的27 这个27肯定缝不掉 看是选择扣还是打出一个4Bit了 这个牌选择扣的话没有什么太好的发展 直接推了奥林 我们来看刘萱 刘萱现在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撞到了Kings 刘萱适当地担心一下对手的Kings 还有这个K7啊 也是正常的 毕竟对手打出了一个48Win 那在两位选手完全没有套匙的情况下 这样打出来肯定是实牌 他现在要考虑一个问题啊 就是对手带K的组合 还有6-7 能不能打出这样的4Bit 如果最少是7-8打出来的话 那这个牌其实你也气不掉啊 这个牌遇到7K和Kings啊 只能认了 A7能进来的话肯定是童话啊 那A7的组合实际上就只有一个了 就是方片A7 这个牌在锦标赛里面有可能会弃牌 但是Cash Game就很难 好 刘萱选择了Kong 两位选手的胜率是45对55 其实评分概率是很高的 看刘萱这个8的踢脚能不能数得到了 两位选手的踢脚都淹掉的话 那就评分了 没有淹掉的话刘萱就收持 还有一个不太好的情况就是发出2 哦 一张圈发出了高张 合牌一张草话5 两位选手确定评分 这个牌刘萱扛住了 没有被剥削 但凡打的稍微弱一点就被剥削掉了 想剥削刘萱这种牌手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难的 因为他头挺铁的 有啥说啥 小盲卫选手拿到了A勾杂色 这个扑克式的筹码大小是不一致的 降低了你拿错筹码的一个风险 好 EZ拿到了K圈杂色 这个牌面对三拜的需要100%的棋牌 如果你有纪律性的话是一定要缝掉的 因为这个牌很容易被三拜手牌范围所压制 到刘萱 如果说扣了个三拜他 拿K圈杂色和3-3去比 我宁愿选3-3 采斯来到了5225刀 我们来看翻牌 直接拿到一个天葫芦 刘萱这是什么神仙运气啊 太让人羡慕了 而且是在最有力的位置 然后翻前对手们打的还是比较凶的 有抄队的组合 但是我们站在上帝视角上来看 两位选手都是两高张 我们来看小猫一选手的A勾 翻前三拜的 这里C拜的代表的牌力就是抄队 还有两高张抽花的组合 因为发出的攻队太低了 所以说这个抽花还是有一些价值的 因为对手拿到葫芦的概率并不高 这里下注1825刀 从这个下注尺度也能看出来 他并不想让其他选手跟住 一加打一加加注 哇刘萱真的是 别人掰开嘴往里面喂饭啊 这个牌啊翻前面对三拜的大翻大盲 为选手选择Full 这个三三的赔率都不是很合适去防守 一加选择靠把他带进来了 然后一加加注啊 这个带他进来的选手还打出一个加注 从刘萱的角度来看 两位选手要么是在抽花 要么是抄队 这个几乎是名牌 但实际上两位选手的牌都很垃圾 刘萱选择了靠 一加打一加加注刘萱能选择靠的话 这个牌力已经很强了 最差也是一个抽坚果花 这是最差最差的情况 这个小盲卫选手想去收持已经是难如登天了 这里没有什么call的选项 要么选择Full 要么选择三拜的 如果选择call的话 转牌基本上出什么都要无脑下注了 就是说先防守一条街 把诈户的机会留在转牌 就这个牌 往后再去打不可能打试牌了 这个加注和call几乎是没有抄队的 如果论抄队的范围 那小盲选手翻前打出三拜 其他两位选手选择call 他们手上肯定是没有这个 这个KKAA的 最多最多就是一个圈圈 那圈圈的话 面对三拜选手的CBET 能打出一个加注 还有一加选择call 那这个牌守队其实都不多 更多的就是一个抽花抽顺 还有带二的组合 当然还有小概率33的组合 其实他的范围里面能推出来的组合并不多 这样去推的话 如果人家带二的话是很难for给你的 三拜到14000刀 那K圈选择了后到刘萱 刘萱这个 没有什么太多的选项啊 肯定是推了 这种牌打的是无惊无险 对手的胜率只有1% 这1%我们看是什么 连出两张2 发出一个公共的4条 把刘萱的葫芦淹掉 然后对手凭借A嗨 闻到最后 还有什么样的机会 我想一下啊 发出AA可以吗 发出AA的话 对手拿到一个更大的葫芦 勾勾也行啊 A勾勾22 太难了 这个太难了 真的是太难了 转牌没有这个A勾2啊 就结束了 刘萱这手牌打的是非常意外 就真的是非常意外 看这个笑容 石牌被偷的这个 坐在那边看戏 哈哈哈 刘萱刚才面对4000刀的下注 选择靠 不是说怕落后啊 主要还是 还是希望抽花的组合 能够再成长一下 因为他是葫芦啊 不怕 好两位选手协商跑一次 这我觉得跑10次才都跑不出来 其他选手看到了刘萱的底牌 诶 转牌一张勾 这样的话和牌有两张勾的补牌 对手的胜率来到了5% 20次能够出一次 我们来看合牌有没有高 还好一张6 这样的话刘萱收下一个巨炮 马量翻了两倍多啊 刘萱这个牌 可以的可以的 在牌局打到比较靠后的位置 大家的后手马量都很深的情况下 刘萱拿到一个马量翻倍 简直是太爽了 这位选手还是挺有钱的 直接是补马了 羡慕这种无限后手的玩家 哎呦 其实你看他还是有些难受的 这个谁输谁难受啊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场上的盈利情况 排名第一的大魔王 竟然已经盈利接近7万道 第二是15900道 那刘萱是一把上水 水上了7675道